行 明白了 然后私底下呢 怎么解决呢 然后我们因为租房子事 出了一点问题 因为我们之前 也是再三交流了 就确定今天要回去 结果就迟延了 我也是被放盒子了 然后那天就没回去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们再回我家 住一半是吧 当时那种情绪就不对劲 转头就一头扎进超市里面了 我本来在你家 就觉得挺委屈的了 不是 你在她家委屈什么呀 就是因为就是在她家嘛 然后本来我不爱说话嘛 明明好不容易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都到那个地铁站了 她突然来一句说我们回去吧 那我心咯噔一下 我当时真的是心里有点难受 我爸我妈对你挺好的呀 对 我真的挺好的 你喜欢吃清淡的 喜欢吃什么给你做什么 但是我这个性格 就是慢着性的慢慢来的 你突然让我一下这么 我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你当时可以跟我交流啊 你说我们说找个酒店 或者怎么样 然后一头就扎进超市 扎进去 怎么办怎么不说 那我当时没气量 就是很生气啊 那你当时怎么做的 特别气人的一句 她就是说 你不准去死这块吧 我当时就是听得特别难受 然后我就立马就冲流出气嘛 冲出去干嘛 因为当时就是老子 我当时那个时候气狂 就是问什么也不说 我就说我那意思就说 我说你要再不走 你就死下这块吧 那你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上吗 然后她也不管有没有车 车多不多 就直接跑出去 幸好我及时给拉了回来 姑娘以后别这么干啊 当时特别的生气嘛 老子也就是 听明白了 没想那么过 还有 还有姑娘 就是她以前的工作是主播嘛 网络主播 这些处一般都是异性嘛 平常那些聊天 我看到就特别不熟 就比如说 那个男的找他聊天 就比如说小可爱啊 我觉得这又很正常啊 网络是现在都是流行这些词语的 流行 但是我作为你的男朋友 那你呢 你是怎么做的 你直接每回在我直播打游戏的时候 你直接给我把电脑操作给拔了 还有我 还要对给粉丝道歉 还有 还有你也特别爱看美女主播 一天不拎手 你的手机傻笑 她还刷礼物最可恨 我当时看见特别来气 给你刷过吗 她没给我刷过 为什么不给我刷 没 那时候因为 那个主播长得也确实挺好看的 但是 但是她游戏玩得也挺好的 你是游戏主播是吧 对 游戏主播 就除了打游戏 就感觉她直播的时候说那句话 我感觉我 特爱听 不是特爱听 说到你心坎里了 特别对那种 就是嘛 说到你心坎里了嘛 那你呢 还有微信的事 微信她每天都神神秘秘的 信息她也不给我看 总是悄悄地删掉 尤其是她跟她妈妈的聊天 尤其是就 你看她跟她妈的聊天干嘛呀 不是 因为她刚好在我旁边嘛 然后聊得可成一段了 然后我就特别纳闷 这母子之间聊点 我想看她不给我看 我以为她们在说我坏话 就不能说好话吗 那时候是因为前段时间 我爸出了点事故 完了我妈就因此 这个事就特别担心 那时候也是涉及到一些债务问题 我们俩现在毕竟也没结婚 我觉得这些东西 不应该去跟你说 让你去承担这些东西 我不在意呀 既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欠很多钱吗 也不多吧 十几万吧 就说你现在身上 背着十几万的债 是这意思吧 可以这么说 好 介意男朋友 背十几万的债吗 我不介意的 我既然都跟他在一块 对对对 你看人家也不在意 跟人说嘛 这事是要说的